我原来是真的觉得 继围巾又臃肿又麻烦 都不用风吹 走两步了就散了 但是南京这个条 是真的扛不住了 下面这三种围巾系法 是我精心挑选的 好看 而且游手就会 第一种呢 就比较适合我们穿这种 西装领的大衣 因为这里呢 是空放到的嘛 那这种系法呢 就会把这里给它捧住 非常保暖 一边短一边长 然后长得从这个下面 绕一圈 然后你看 它就有一个洞 这么放进去 看到没 它就是一个麻花的微领 续线联想 而且不透风 我看好多寒味都这么挤 第二种就很适合你 系完之后穿上羽绒服 现在立刻 马上出去打雪仗 真的不得了了 我跟你说 又保暖又出片 我已经这么反着绕一圈 然后呢 从下往上 把维巾给打 抛进来 这边也一样 其实你平时这么大就可以了 但是更绝的来了啊 你看 这么就掏出一个帽子 那小感觉是不是就来了 最后呢 就是我最近超爱的几法 围巾变 披肩 先给它挂在脖子上 然后交叉 这边拿一撮 这边也拿一撮 给它系上 这里有一洞 直接这么从头上穿过去 整理一下 怎么样 你看肩膀这里都剥了一层 这种机法呢 就是会让平平无奇的衣服 变得特别有设计感 好像小公主呀 你要是去室内把外套脱掉 就套在这个内搭的外面 也很好看 好了 赶紧去试试吧 哦对了 我妈妈送给我的一句话 我也送给在座的各位 我都穿你衣服啊 哈哈哈哈